南投著名紫南宮香火鼎盛 附近小吃攤販雲急 吃吃喝喝一整天沒問題 但有旅行團在紫南宮附近吃完小吃 晚上再到知名溫泉飯店享用Buffet 沒想到隔天金船食物中毒 南投衛生局貨爆後立即前往稽查 帶回環境檢體 38人的三天兩夜國旅團 13日先前往嘉義旅遊 14日中午到南投紫南宮 採自用活動的方式讓團員自理午餐 晚上下榻溫泉飯店享用精緻晚餐 沒想到15日就傳出38人中 有11人身體不適緊急送醫 多數的主宿都是上吐下泄 所以急診安排了急診的疏液治療 現場採集了相關的環境檢體 送到我們的食品要管理署來做一個化驗 所幸身體不適的11人 在經過治療後都已經出院返家 而溫泉飯店業者也表示 當晚共有279名顧客在同一餐廳用餐 只有這一團有出現狀況 原因還要等待結果出爐 不過若是飯店疏失 願意負起全責 目前是沒有 因為他們都是自由吃的 在食堂工業邊就要來看 後續怎麼處理 長輩們開心出遊 吃得痛快 卻弄得進急診 掉點滴 敗姓而歸 記得曾偉強年元兵 陳志茂南投報導